好,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Speedbee的Master 5的机架 那么Speedbee现在最新出的就是Mario 5的机架 为什么我不选那一款机架呢 毕竟那一款机架价格比较便宜 性价比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唯一考量的点就是 它没有那个欧山图传的散热模块 如果在冬天的话 其实有没有散热模块都关系不大 但是如果夏天的话 特别是南方的地方 天气会比较热 那么在飞行的时候 欧山的天空端会特别的热 所以对我来说 有一个散热的模块的话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现在市面上的春雨机机架 大概都大同小异 只是设计的一些样子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别而已 所以那些机架的刚性之类的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不用考虑太多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的机架都是这样子 就是欧山天空端的那个位置 会很靠近飞控 那就变得我的电源线会有压着的感觉 所以对我来说这一点会有一点尴尬 因为我不是全新的飞机来组装的 我是在旧的飞机的配置上面 然后把电桩换过来也只是换了个机架而已 所以我的走线之类的话会有一些局限 但是我是在之前的飞机机架上面 我的连接线是预留比较长的 所以让我有一个更换机架的一个余地在 但是带来不好的就是走线会没那么美观 MASTER5这款机架有一点比较用心的就是 它在底板的位置会给你一块远胶贴来贴住 不让机架的底板在降落的时候会有磨损 而且在后面的打印件方面也做得蛮细致的 就是做了一个模块块的设计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加打印件 这个机架在默认参数飞起来的话非常的舒服 O3镜头的减震效果也相当的不错 但是在可调角度方面我个人感觉 希望可调角度还可以再大一点 可以更加方便的适应不同环境的拍摄 上探板的设计也尽量做得比较窄一点 而且做了很多掏空的设计 尽量让飞机尽量减重一点 4个GB的打印件也做得相当的高 看上去基本上整个机架就悬空的感觉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要改进一下的 就是O3图传的位置 可不可以使用打印件或者其他方式来固定 就不用螺丝来固定 因为我现在O3天空端的装法是应该反转装了 天空端的Type-C口离下探板比较近 如果我需要连接Type-C的话 可能就要松螺丝 让天空端有一些空隙 我才能插着进去 因为如果我正常装的话 线位压得很挤 毕竟飞空的电源线也是在后面 所以这方面的设计就略差一点 因为个人感觉作为机架的设计来说 机架是可以适配大部分的使用者 而这个Master 5的机架 有点明显的就是 专门给前置电源线的飞空来使用的 那就变得我们使用后置电源线的玩家 会有一点尴尬使用起来 但是总体来说这款机架还是满意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